今天是10月15日 记者小贾于10点15分登上1015号航班 他在座位前方发现一个MP3 上面写着1015号航班的身世迷案 他有点好奇 立马戴上耳机收听 可随着播报进行 他发现MP3里的广播说的事情跟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 广播里说的是关于未来的事情 他指出小贾目前乘坐的1015号航班 将于今晚消失在大夕阳中 由于见多了奇奇怪怪的新闻 小贾的脑子早就有点精神错乱 听完广播更是浑身发毛 这可不是什么恶作剧吧 广播开始分析飞机失事的原因 说飞机会在10点21分撞上一只鸟 花音未落 飞机上始终显示10点21分 发动机砰的响了一下 小贾吓得不行 他联盟来到厕所冷静 告诉自己这只是心理作用 可他还是越想越不对劲 出来后他试探着问了小红尘 工程告诉他 这么高的地方飞机不可能撞上鸟的 小贾有点尴尬 断定自己又犯健身问题了 但这时背后的乘客老乔告诉他 刚才飞机确实是撞上鸟了 因为他曾经是飞行员 对这类事情非常有经验 而工程之所以不敢说实话 是怕引起恐慌 小贾恍然大悟 于是他继续戴上耳机听广播 广播表示 飞机将于11点15分失事 小贾一看 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了 根据广播里专家的分析 他忍不住行动起来 试图提前找到失事原因 以阻止空难的发生 首先专家指出 可能是有人没关手机导致 小贾一番搜寻 把目标锁定在两个玩平板的印度大哥身上 大哥一脸无语 俺这是飞行模式 而且连的是飞机自带WiFi 可小贾硬是要他们关机 双方一阵拉扯 把空尘也引来了 背对几句后 小贾无奈吃憋 只好做吧 这时广播说出第二个分析 前排有个乘客是前俄罗斯黑手党 因为要出庭坐镇 黑手党很可能是想连人带机灭口 小贾心中一惊 连忙偷摸到前排 俄罗斯人此时正在睡觉 他悄悄走过去 想翻对方的行李箱 结果刚动手就把对方弄醒了 俄罗斯人瞬间火了 小贾赶紧解释 结果越秒越黑 还差点跟人打了起来 空尘实在坐不住了 这个人是咋这么多呢 他叫来机长狠狠地训了小贾一顿 还有的乘客拍了小贾的视频 传到了网上 小贾彻底慌了 因为在飞机上发现了一部 预测失事的MP3 试图阻止空难的他 飞机上却没人相信他说的话 在接连尝试失败后 广播说出了第三个分析 空难发生的原因 可能跟他自己有关 广播说到 在飞行途中 记者小贾曾在客舱中引起骚乱 还有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 而飞行员在飞机消失前 通过机内广播说了 晚安纽约这句话 听吧 小贾赶紧找到机长 请求他不要说晚安纽约 不然这将是外界听到 这架飞机的最后一则消息 机长一听火了 好家伙 这是在威胁我吗 这时空警突然出现 直接把小贾的手铐上了 因为他的种种迷惑行为 被断定是个恐怖分子 小贾百口莫辩 他试图说服空警 自己的消息来源自未来 空警一脸同情 认为他精神病又犯了 不久后 空警来到隔间 与机长对话 正当小贾赶着警示 之前的后排乘客老乔 忽然出现了 他偷偷告诉小贾 自己是相信对方的 实际上 他曾任职于这家航空公司 因为飞行时出了意外 他被隔职了 自此之后 老乔对飞机航行的事情 就异常敏感 让对方来驾驶飞机 他告诉老乔这个大胆计划 两人商榷了起来 老乔表示 让他驾驶可以 但他并不知道 进入驾驶舱的密码 小贾一阵思索 断定是1015 因为今天的这一系列数字 和事件实在是太巧了 他认为是上帝冥冥之中 让他来拯救这架飞机 于是老乔同意了 他递给小贾一个小氧气瓶 让小贾待会按他指令行事 老乔来到驾驶舱门输入密码 密码果然是1015 老乔进入机舱内 两拳功夫下去 就打晕了飞机师 舱外的乘客 从监控中看到后 全都慌作了一团 空警和空城试图破门而入 但门早已被老乔锁死了 可就在这时 老乔在监控中说几话 他表示对小贾的感谢 原来他的真实目的 根本不是帮小贾拯救飞机 因为被革职的是 他身陷心灵隐 打算开着飞机 跟大家同归于尽 最后他说出 晚安纽约 接着便调低了舱内气压 导致乘客纷纷昏了过去 小贾连忙带上小氧气瓶 懵逼的看着过道 没想到自己搞了半天 反倒把真正的恐怖分子 送进了驾驶室 飞机急速向下坠落 一切陷入了黑暗 醒来后 小贾发现自己趴在一片石滩上 看来他侥幸从空难中活了下来 他慌张的战绩环顾四周 发现P3就在一旁 他赶紧跑过去 发疯般的把耳机带上 此时广播开始播放 这起失事迷案的最后结局 他指出 小贾刚松口气 接着广播员又来了一句 除了小贾 小贾懵了 刚放松的心又紧张起来 忽然间飞机上的其余乘客出现了 他们面露不爽 默默默地向小贾走来 因为飞机失事 他们把矛头都指向了小贾 认为是他的责任 小贾大声骗解 可已经来不及 最终他在群众的乱拳之下 命丧黄拳 这部短片名叫万尺梦魇 是2019年奇幻美剧 新阴阳魔界中第二集 讲述了一个男人想阻止未来 却反而引发未来的故事 虽然设定并不新移 但蓄势节奏非常紧张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好心把坏事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展剑 我们下期再见